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现在的水果店简直就像奢侈品店 很多水果贵得离谱 喉咙不舒服走进去看一下 琵琶39.8元一斤 金菊也是39.8元一斤 山竹25元一斤 西梅28元一斤 红蹄25元一斤 菠萝蜜肉28元一斤 店员说 喉咙不舒服吃莲雾会好 但莲雾要49.8元一斤 小小一盒的蓝莓要20块或者30块 还有呢 车离子 我根本就不配拿 即使是普通的苹果香蕉梨 买一买也要大几十块钱 但凡稍微特别一点的水果 花一两百块根本买不到多少 水果的价格这么高 我在这个没有高铁火车通行的18线小县城 水果连锁店一家接一家的开 到底是谁在消费呢 你们都做什么工作的 怎么这么有钱呢 据这位超市老板介绍 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员 已经到他的店里口头通知 说他们的方便面全系列即将涨价 今天康师傅面的业务员照常到我店里寻店 临走的时候就问我 要不要把桶面的价格调到5块 当时听到了愣了一下 我以为我听错了 因为我感觉由4块涨到4块5 没多长时间 就是康师傅小桶的桶面 怎么现在又涨了 真的让我无语 我一直感觉4块5 其实就已经不便宜了 一桶泡面而已 突然又涨价 我当时就立马回复他 我拿货价没有涨之前 我店的零售价肯定不会去涨的 5月16日 康师傅方便面即将全线涨价的话题 冲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 网友直呼 泡面也快吃不起了 涨吧 涨得和螺蛳粉 麻辣烫 一个价更没人吃了 中国食品内餐报道 西北地区一位经销商表示 因方便面原材料涨价 5月公司将对康师傅待面和捅面 进行大幅度调价 一位匿名康师傅业务员也证实 该消息是真的 并告诉中国时代财经 目前公司内部只是还没有正式发出公告 但已经有了大致的运作方向 带装面借印零售价为2.8元提升到3元 经典桶油4.5元提升至5元 公司的策略是先让下游零售商提升售价 供货价过段时间才会调整 在中国二线城市经营超市的一位老板披露 康师傅全新包装方便面已经上市 新包装家印升级了 鸡蛋和面更爽滑 蔬菜加量更有料的标语 包装的左下角也打上了建议零售价3块钱的字样 西南地区一名康师傅方便面代理告诉 红星资本局因为蔬菜包升级 5月初就被厂家通知方便面产品将全线涨价 浙江台州一超市工作人员说 5月10日前后康师傅业务员已经告知 方便面全线产品涨价了 目前净货价煤桶涨0.4元人民币左右 店内桶装方便面煤桶已经上涨了0.5元 不光是泡面大众饮料康师傅冰红茶也要涨价了 新款包装上已经印着建议零售价5块钱 各大超市纷纷上调价格 4块钱的冰红茶已经成为历史 涨价的速度真是惊人 去年还被评为性价比之神的冰红茶 今年厂家恨不得拿个喇叭喊 我们可不是廉价货 那些每天吹空调吃健康餐的人 觉得给产品涨一块钱既能筛选用户赚更多 又能提高产品的销量一举两得 但网友的话说得好 4块是国教 5块是马尿 如果涨到5块 我可就要考虑这饮料到底健无健康了 去年11月市场还传出了 康师傅饮品即将涨价的消息 到了今年一季度 康师傅正式对旗下多款 一升庄 茶还有果汁饮料进行了提价 包括备受欢迎的冰红茶 绿茶 茉莉 蜜茶等 其零售价由原先的4元上调至5元 接受采访的超市老板说 饮料还有些利润 所以它还仍维持原价销售 但如果厂商对方便面涨价 它也会跟涨 因为利润太低了 虽然涨价在情理之中 但冰红茶的主要消费群体确实没什么购买力 要么是学生党 要么是体力工作者 他们每天都在精打细算 喝不起星巴克 也不去什么高档场所 一瓶冰红茶不仅能提供糖分 还算是炎炎夏日给自己的一点小确幸 可惜这份快乐怕是要结束了 其实不只是冰红茶 今年开始各类饮料纷纷上调价格 整个超市里已经很难见到4块钱的饮品了 现在的情况是物价普遍在上涨 不少网友发现 现在逛超市竟然找不到3元的饮料了 所有带点味的饮料价格都是4块起步 就连大瓶的瓶价饮料都从4块涨到5块了 果汁和气泡水的价格更是直逼10块 以前的饮料最多就是有点甜味 现在的饮料一会主打乳酸菌 一会主打清凉去火 一会又宣称是零卡零糖 各种花哨的功效导致研发费用不断上涨 这增加的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而且糖类和代糖制品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近日中国网络上关于物价普遍上涨的讨论声浪越来越高 各地网友纷纷在网上分享当地的物价上涨情况 一位陕西网友表示 我印象中的鸡蛋罐饼4块钱一个 现在疑问8块钱了 一位山东网友则说 5毛钱一个的馒头越来越小 另一位甘肃网友跟帖 5毛钱还能买到馒头 我们这里都买不到了 而一位贵州网友更是惊讶的介绍 我们这里馒头1块5一个 拳头大的包子2块 不仅是食品价格上涨 其他物价也在上涨 一位网友表示 20块以下的香烟涨了30%到40% 一位四川网友介绍 立群香烟以前卖14块 现在卖21块 还有一些网友说 一开始买茶喝不起了 改喝饮料 现在饮料也不行了 灌矿泉水了 另有网友说 一根香蕉4块 一个不大不小的火龙果10块 还有人提到 今天去买清开铃 46块钱一盒 吓得我直接走了 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数据还显示 4月份第一周全国猪肉价格为 每公斤25.22元 环比上涨0.2% 已经连续三周上涨 数据显示 3月31日 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 批发平均价格为 每公斤18.8元 比3月1日上涨了10.59% 此外人们还普遍关注水电器价格的上涨 这一系列物价上涨让民众生活压力倍增 中国第一财经5月12日还报道 广东斜阳市斜西县厚浦村的村民 最近披露 当地电价成倍增长 厚浦村村民表示 此前0.3元每度的电价 是因为村里老人为地方政府修建水库有工 与政府签订了合同享受了电价优惠 然而供电部门接管了当地电网及相关电力资产后 执行同网同价的居民电价标准 电价变为0.68元每度 这让村民难以接受 并且随着用电量的增加 电价也会进一步上涨 目前全国居民用电普遍执行阶梯电价制度 主要分为三档在广东、斜阳居民用电的价格标准为 第一档0.678元每度 第二档0.728元每度 第三档0.978元每度 公开资料显示 厚浦村位于斜西县和泊街道中西部 距县城两公里 村民主要从事农业 部分人从事工商业 村民表示 当地平均工资约为2000元 电价上涨后家庭在夏季的电费支出较高 给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与此同时 湖北、四川、江苏等地也传出调整电费的消息 而且早在2023年 北京、山东、湖北、辽宁、宁夏、新疆、甘肃、福建、河北、安徽、云南和青海等11个省份 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分时段电价的新政策 据大象新闻报道 湖北一社区贴出告示 自2024年6月1日起取消股风计价改为分时段计价 新的电价将从6月1日起实施 取消股风计价改为分时段计价 电价差异体现在多个时段之间 高峰、平均段和低股电价分别不同 电价结构更加复杂 除电价调整外 水费改革也在蠢蠢欲动 5月9日在广州市举办的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 17名代表中有16人赞成广州发改为上调水费的方案 网易5月12日发表的数字财经智库评论文章指出 听证会实际上只是走过场 大多数网友关心的不是广州的水费上涨本身 而是担心这波涨价潮会蔓延到他们所在的城市 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 外界还关注到燃气价格、高铁票价和电价都已经开始上调了 深圳、福州、镇江、莆田、新华等多地发布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 天风证券统计涉及调整的市县及行政单位达125个 各地在调整燃气费的同时还大批量的更换居民家中使用的燃气表 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端倪 有重庆市民发布视频称燃气公司来换表千万不要换 燃气表更换后跑速加快导致燃气费隐形翻倍 一对南京小夫妻也在网上投诉称 两个月的天然气费高达1880多元 尽管交了钱燃气灶仍无法正常点火 而他们的电费在四个月内也花费了3300多元 明显不正常 多位成都居民表示更换新燃气表后 燃气费用异常上涨增加了一倍多 例如某家庭在换新表前每月使用约30立方米燃气 而换新表后每月读数却达到了60至80立方米 对此官方回应称 根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使用年限满10年的燃气表应及时更换 且燃气表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有网友讽刺说 这就是变相的割韭菜 据悉在舆论压论下 重庆居民发现自家的燃气表明显降速了 另外 中国铁路12306官网近日发布了四则条价公告 宣布吴广高铁 护航客专 护坤客专和航永客专 这四条高铁的动车组列车从6月15日起涨价 一等座和二等座的涨幅约为20% 商务座的最高涨幅接近40% 分析指出 实际上从7与年开始 用涨价来刺激经济这种判断就没停过 经济不景气 不论你是换水表还是换电表 都只限于局部 远远没有涨价去各种库存 来的具有普遍性 之前涨价去的是各种库存 头像的是楼市和基建 现在涨价则是集中在民生 站在普通打工人角度 中断期内的阵痛是避免不了的 因为打工人本就缺少风险抵抗力 就业和收入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只有家底越厚 本钱越多的抵抗力才越强 而绝大部分人的风险抵抗能力普遍较弱 现在中共央行要促进物价温和回升 相当于之前大放水进入的基建楼市 现在缓慢放水进入的是水电天然气 高铁票以及各类民生领域 虽然了解点宏观经济的也明白 适度的物价上涨 有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刺激生产积极性 企业有盈利能活下来才能创造就业 但是目前来讲 很多商品物流医疗等价格并不便宜 生活支出本身就不低 经济上不去 本质因素是楼市土地财政 这俩之前的经济重点结构进入调整期 跌加就业和收入承压 居民负债较高 民众感叹 现在买不起的东西在跌 买得起的生活用品却在涨价 工资却没有上涨 不仅如此 各种福利待遇在缩减 有些公司还在裁员 另一位网友提到 上个月公司刚宣布降薪20% 工资水平停滞不前 而物价上涨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减少了 实际购买力降低 必然会抑制消费欲望和能力 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经济不好 人们会对未来的经济产生担忧 也会担心生活成本持续上升 而收入没有相应增加 从而对消费变得更加谨慎 不敢轻易进行大额消费 为了应对物价上涨 消费者不得不重新调整消费预算 会选择削减一些非必须的消费项目 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这就直接导致整体消费规模的缩减 另外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们倾向于增加储蓄 减少外出就餐旅游等消费活动 这也会改变整体消费结构 对相关产业产生影响 现在大家可能也都发现出门消费的人越来越少 这荆州大商新马特是咋的了 这咋都没人了呢 老长时间没来了啊 今天路过这儿想着买点东西 哎呀瞅瞅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这是怎么了 没人根本没人 超市没人街上没人 人到哪去了呢 这么大的超市看不到一个顾客 难搞哦怎么去维持 以前大润发超市人山人海 现在却人烟稀少 视频是晚上8点时拍摄的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段是人们晚饭结束后的散布时间 以前不少人会选这个时间来购物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拍摄视频的网友连连感叹生意不好做啊 今天是我开业第21天 一个人没有 饭店老板无奈的表示 他媳妇一开始不让他干但他非要开店 这下傻眼了没有顾客 陪惨了 二手设备交易的餐饮设备回收商也表示 餐饮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境 餐饮业倒闭潮正式拉开帷幕 你们所熟知的各大星级酒楼都让我去回收报价 我甚至行事越来越难 五月份前十天找我咨询回收电器的就已经超过三个月的总和 原本那些指望下半年餐饮忘记来临回一波血的餐厅老板 他们也没想到五一假期的营业额竟然比平时还少 今年选择开店的餐饮老板们原意为去年许多餐饮新手已经退场 现在是个入局的好时机 然而没想到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想法 新一批人又掀起了一轮低价团购站 结果目前闭店的餐饮餐厅已经超过了40% 剩下的60%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这些尚未彻底倒闭的餐厅之所以还能撑着 是因为手里还有一些资金 但每天的经营都过得非常艰难 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面对当前的情况有网友痛苦的说 老百姓的好日子来了活不起了 还有人直指中共这是有福独享有难平摊 分析指出当老百姓没有活路的时候 人心思变也随之发生 有人说不想了 这种情况就是要发生战争了 S3什么时候能开始 据悉S3赛季被中国网友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话里真正蕴含的意思不是呼吁世界大战 而是期盼中国政局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好感谢您收看慧眼看中国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